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比赛的第三盘了 我们现在实行的向甲联赛是团队比赛 就是四个对四个 四个人对四个人 就是先拿到两胜一合的队伍就获胜 就是先拿到五分 这个比赛就结束了 是 在之前进行的两盘比赛当中 是广东队的张学潮 是第一盘赢了万春林特级大师 然后第二盘是许云川特级大师 跟孙永珍下合了 那也就是说广东队已经领先了 已经领先了一盘 这盘棋很重要 如果郑维同要是赢了 整个队伍就赢了 对 相反如果赢不下来 接下来上海队还有一位特级大师 叫谢静 他实力也是非常强 那也就是说上海队的 我估计上海队的战略就是 想让赵伟拿后手顶住 顶住这郑维同 然后打算让那个谢静 先手去拼 闪亮登场 对 是这样的策略 这是整体的整个队伍的策略 那我们实战来看看赵伟 是不是能把队伍的策略贯穿到棋盘上 对 是 好 那红方走的是炮二平六 炮二平六 过攻炮 赵伟同很多走过攻炮吗 郑维同布局是非常好 每盘棋的布局 他都能创作出飞刀 印象 这么厉害 对 对 对 他先任指路 飞箱 中炮 什么都会走 但最近期间走过攻炮比较多 就是比较全面 对 比较全面 比较灵动的一个棋手 对 对 对 今天也是比较火的一个棋手 但过攻炮 他能否出新招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我们就看看 对 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 红方马尔进三跳 举九平八 举九平八 赵伟特点也是布局不错 他也是上海队比较年轻的棋手 在上海队来说 就是擅长各种布局 反正现在专业棋手们 布局应该说都差不了 差了就在这个颜塞里面混 可能不一定混得下去 对 所以布局应该都是 响当当的 肯定没问题 这位同事 走得冰三进一 走得冰三进一 对 那蒋大师正好 今天蒋大师讲旗 我们很多齐迷朋友 对这个居平二比较纠结 对 最主要是纠结这个 拋八进四 进来封完了以后 拋八平七这个像的问题 蒋大师正好在这里 你也给我们齐迷朋友 分享一下这个 给我们一个定论 好 这个棋呢 刘大师问得非常好 我印象当中 自己都下过很多盘 人家继续平安出来 继续平安出来 我当然得泡八进四 封上了 对 最主要的是 最主要是这个 接不接受这个 打向的这个问题 这个呢 走红方是不能接受 打向的 不能接受 确定是不能接受 对 因为你如果吃掉的话 如果吃了 这样打了 我先打一枪 对 你不是 我马七对八 过一会儿 我随时泡七瓶九之后 有泡二瓶八 马上就是进攻得起了 你确定那个军 是肯定可以过来的 可以过来 是吧 对啊 可以过来的 我过完泡七瓶九之后 你现在先泡七瓶九 那我跳 现在是你红方还走起 那我跳马 那肯定是要跳马 你跳马 别出子 你跳马 跳马甚至我可以 我就可以走这个了 那我会先顶你一个 你先走这个 我就足三进 我也不急 你不动啊 对 你要是动炮 我出狙 你狙就出不来了 是这一次吧 是 是的 对 那我 我会不会有炮二进四 给你牵住的 牵住的话 我炮二进四 封住你的狙 这样 这个主要是 黑风 红方丢了一个像 但红方什么都没看到 是吧 就是所以说 红方是不划算 不能弃像 那所以其实 我们记着这个像 不能弃 就别弃了 那别弃了 它可以飞一个是吧 飞像可能也不太好 飞像是 飞像的话 你要是飞像的话 我也下过这些 它就吃了 它就吃了 吃了之后 黑风马上泡了品 我摆成用泡 这马等定型 你要马二进三的话 它就马二进三 这样的话 黑风狙出在前面了 狙快了 因此如果是这么走的话 红方也是不飞像 红方还是得走兵器进一 就是不飞像也不对狙 对不对狙 走兵器进一 这样 这样保证自己 左翼的狙能出得快一点 这样你吃我 反正我就吃回来 对 是 那你再 我再补中炮的话 你就马八进七了 这什么意思呢 不是 它要吃掉 吃掉 对 然后打掉 七空头 就七空头了 对 好像有人这么下的 是吧 是有人这么下的 这个时候就可以 居九平八 居九平八 这样这个空头炮多厉害 对 空头炮是很厉害 后面的旗子 不一定跟上是吧 但你这个时候 居出不来了 对 最主要是居出不来了 炮八斤又一封 那脚都动不了了 对 是 你要走居一进一 它就封 对吧 你要走这个 它都能把你拦上 这样它老走呢 老走就是不便作合了 就合了 对 所以洪峰 基本上都不愿意 选择这么下法 对 所以现在高手里面 下居一平二被封住的 对 非常少 不多是吧 对 但是业余里面下这个 对 业余下居一平二非常多的 此盘呢 这个郑伟彤是选择的 冰三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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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为炮八冰九 三不虎 对 郑伟彤 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跳 竹三进一 炮八进四 炮八进四 五八炮 向七进五 向七进五 这块双方走的都挺有张法的 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布局 对 就是如刘大师刚才所说的 这是正常的布局 对 很正常 但是呢 郑伟彤我刚才说了 他有布局飞刀库之声 每一盘棋啊 他都能出飞刀 其实走到这时候 我们在看直播的时候 我们都在想 这盘棋你郑伟彤出什么飞刀呢 都在想 结果郑伟彤还真走出飞刀来了 还是走出来了 平淡里面出了一个炸手 平淡之后出了一个小心招 之前没有人下过的变化 这是手下是吧 对 手下之后呢 应该说给赵伟带来了 不少的压力 因为毕竟没有见过 是吧 对 一般的说 这么重要的比赛里面 又是贯亚军 整个团队的贯亚军 肯定要慎重 是 应对起来要慎重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居价 你说他用处 其实他就肯定会居一平 居一平 要不然他不会这么走的 这居一平是必走的 对吧 然后再打过来 感觉上前面还是挺平稳的 对挺平稳的 现在要是我看黑的主要就纠结一下 右边的骑子怎么出的 对 但是你要说这里也有一点点区别 现在你如果跳马二斤三的话 他就走炮八平七 他先不给你 对 是吧 你要是走炮二平三的话 走了他就飞向 暂时咱们这边马二斤一过一会 他居九平八算 咱居也被封住 就是他那边的骑子怎么出的 更好 更舒服 是吧 所以对黑方也有一些考验 实在应该说赵伟是经住了考验 选择了不错的下法 他就走了足气进一 高向队兵了 高向队兵 但至少他把这个马活起来了 对 他就是先不动右边 看你怎么下 那只有拱了 是 拱了 飞掉 然后红方拘一平二 这也必须走 这是他设计的 灌车就要打了 打掉 打掉之后 现在出紫了吧 出紫了 马二斤三 炮八平七吧 炮八平七 这不必须走 压马 这部其实就等着他挑马二斤三 对 五八炮他就是这样 打不着兵了 他才压不着马 这骑就别下了 对 是 黑方拘一平二出狙 红方 肯定不肯让风住 这是肯定不肯的 对 是 红方这时候是走了马三进二 马三进二跳 马三进二 先把他的马七进六 这些点都给防住 实战呢 赵伟这时候是选择了向三进五 向三进五和向七退五比 还是高向好一点 是吗 这个不一定 因为在这个特定的局面下 你要回向的话 过一会儿这里很空 对 觉得这马到处有踢 随时你有马二进三 炮二平三的手法 对 所以这里面留个高向 可能也有它的道理 是吧 至少对这马的跳的方向 可能会有点影响 对 因此在这时候 它是选择的向三进五 这样红的补个 补齐了吧 红方向七进五 对 这样黑的炮平衣 不齐 黑方炮平衣 这块还都是挺 也挺正常的 挺正常的 应该说 我刚才说了 赵伟呢 虽然是年轻骑手 但是他这些年 在传统强队上海队 经过打造磨练之后 这个也非常扎实 风格也非常扎实 所以面对新赵来说 他这个也是 骑手得非常公稳 到现在为止 他的大子位置 也堂堂正正的 对啊 就是啊 那他应对的 我觉得他应对这个 问题是 我觉得这GPR 等于也没走出什么 是飞刀 新招是新标 但是也没走出 特别有效的手段 对 但是本身这棋就平稳 对 但是郑伟同 其实获得了 一个时间的优势 他从布局到此之后 虽然红方在棋上 没有占优 但是在时间上 他已经领先了 至少五分钟以上的优势 二十的 本身就是二十分钟 加五秒 郑伟同现在可能 还剩十几分钟 而赵伟已经在 十分钟以内了 郑伟同走旗 是不是本身就挺快的 本身就快 我觉得郑伟同走旗 本身就挺零 挺敏锐的那种 是 对 在这部炮平易之后 但郑伟同 你不管怎么样 你得骑上 得有机会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 郑伟同看 怎么样 因为接下来黑方会有 居二进三吃马的手段 对 这个又不太肯 吃炮的手段 这样太亏了 太亏了 对了他打兵 黑方还多兵了 就是这个肯定不肯 那红旗是不是只有 只有炮平三了 炮平三 也势在必行 对 炮平三呢 赵伟也走得比较简洁 居二进三 那就换了 换了 那只能接受换了 对 打交换 出个局 这样的形式判断 这样的形式判断 应该说 在布局阶段 炮比马好 就是布局阶段 所以这时候 黑方是剩两炮 红旗只有一个炮 但是呢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 黑方好一点 黑方好一点 我觉得黑方好一点 马笨啊 马慢啊 我当时觉得 就是因为七路马 有点变 对啊 你说得很对 就是七路马 对 红旗的那个炮过去吧 反正一个子 处在那个黑方的阵营里吧 你说他用处大不大 看黑漆 我是想看黑漆 后面怎么调整 对 因为他必定 现在是高向 然后必定那个马 现在要解决 对 还是属于各有估计吧 是 在这时候呢 黑方是选择了 马三退伍 马三退伍是个 调整的过程 对吧 马三退伍 他是想解决这局 别老让他这么吊主 对 红的炮三进一 他是希望对炮 对 他是希望对炮 对 但是不可能 对炮呀 炮三进一 这时候呢 黑方是走了 足五进一 足五进一 我觉得还是挺大局观的 他至少是四路 顶起来先断住 对 断住马路是吧 先保持驹通 对 另外把驹 在自己的兵行线 能够畅通 对 这个还是挺正常的 巨八进四 对 红方也是不急 先把大子 站在重要的位置上 对 这时候呢 黑方走了炮九进四 炮九进四打兵 打兵先得一个物质力量的实惠 这个不能再被 不能再被打了 对 再被打了 太痛苦了 这少得太多了 这样红旗只有马尔推四 马尔推四 拦着他 踩中足 这样是先手 炮九退二 保住中足 对 这块双方演变的 看上去也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黑旗始终也没有解决掉 这个现在的这个卧星马的问题 虽然他没被攻啊 但是他还是在那挺难受的 对 他也不会马尔进七 不可能马尔进七跳出来 那他过不了 马尔进七他懂了 炮三瓶九 炮三瓶八 就是啊 所以这马有待解决啊 他是暂时走的别的 但是心里面肯定还是惦记这马 怎么解决的问题 是 是吧 对 这不起呢 他是走了炮一瓶三 炮一瓶三 他准备炮三退一 想这么对这个炮 他是想对炮的 他是想对炮 或者呢 他不是想对这条线 实加压力也顺少 对 这个也是一个目的 就是 这个时候呢 郑伟彤应该是走了四六进五 好像郑伟彤也不着急 不着急 他是想你如果对炮的话 对炮的话 他可以有聚八进二 有聚八进二的起 聚八进二这条线挺大的 聚八进二的线挺大 所以呢 这个时候 红方 黑方也并没有走这个炮三退一 黑方是走了 马尔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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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方吃 马尔推三之后 马尔推三之后 红方是走了 没有 黑方吃炮了 你说黑方是吃炮了 对 黑方炮九平八 黑方走到马尔推三 马尔推三 对对 马尔推三之后 红方是炮三平八 不是黑方是吃炮 然后他一平 他一退马 吃炮 他是这样的 黑方一平 他一退 他一吃炮 是是是是对对对 黑方是这么吃炮 黑方走了几个过门 对对是 走了个过门 对 然后他平 平炮 对 他再拘三平四 对 他捉了几下 对 凑了点时间 是 凑了点时间 对 炮四平三 这时候他好像是走了马尔 马尔推三 对 马尔推三 对 他总是要调整 是 这样红旗过炮了 对 红方就非常积极了 过炮了 对 在红方过炮之后 这个时候 这步棋应该说 黑方下的不好 接下来的下的不好 对 他是知识 同样的知识 我们认为 知哪步是会比较好呢 那我们给观众朋友 一会儿时间 让我们看看 知哪个是有什么区别 我们稍后回来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回来 棋局发展到现在 因为整个的棋局 双方这个中局这块 下的是比较的浑色 这个棋子在这 错综复杂地走 对 那刚才的这个炮 是在这里的 然后棋局现在下到 这个模样 现在轮到黑棋走 关键是 这个市的问题 怎么解决 您想好了吗 对 蒋大师给我们看看 这市怎么解决 这个市呢 其实啊 应该是四路市 四路市的话 如果他打僵 我们马三进四能跳上去 这样 但是我估计赵伟 当时 那他会不会炮 炮八瓶九 我就出老将 这两个马跟不上 狙炮没骑是吧 对 因为你的后续子力 跟不上 你只有狙炮在前面 这样是吧 对 但是赵伟呢 可能是太求稳的心态 我们刚才说了 他面对非常强的郑伟 他是希望合骑就行 所以他一点风险都不想冒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他是选择了四六进五 但是四六进五呢 应该说让对方 炮八进一拉住之后啊 这个马就不能动弹了 对 有了新的隐患了 这马动不了了 而且这马怎么都动不了了 应该是 对 是 这马怎么都动不了 他可能也不太甘心 说把这个正面给他啊 对 但实际上是没事的 实际上狙炮那边 虽然有点空吧 但是这个骑还是没有大碍 那我们看看这个马 被前驻有什么后患吧 对 马前驻之后呢 这个时候 双方又面对新的 这个盘面要分析了 是吧 因为黑方这个马 前驻之后 黑方就彻底的 要面临防守的状态 对啊 但防守的状态 在这个时候 可能赵伟认为 自己也没危险 所以呢 他是不着急 都是居在这条线上走呗 对 他觉得挺扎实 挺铁的 这个企业 对 而且跟他那个 队伍给他的既定方针 顶和这方针也不冲突啊 是 反正他也不需要进 对 不需要冒进 那洪方走的是 洪方走的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这个时候呢 赵伟认走的炮九平八 炮九平八 炮九平八 随时过一会儿 准备居四平五回炮 他想回去练势 对 是 这个时候 郑伟同就走得非常有意思了 他走了马七退六 马七退六 嗯 马七退六 退马 过一会儿再马八 马六进八 马八进六 进到这个位置 碰七路兵 这个应该说 也体现出 郑伟同对这个 骑行的把握非常好 马运的颇见功夫 对 是 退马之后呢 赵伟这个时候 他因为想冠子 并且得把炮回来 所以他是走了 居四平五 反正总觉得 黑骑在这块 也没有走太多的骑 在这绕 绕来绕去的 是 是 对 回去走了个炮八平九 同期走了炮八平九 对 既然你居四平五呢 他先走炮八平九 看看过一会儿 这里是否有什么机会 他还就走了个足一进一 黑走了足一进一 对 随时 随时准备炮 居五平一抓你 随时能跟住你吧 对 是 反正双方在这下的吧 嗯 就是有点僵持 对对 然后红的跳马了 红的跳马 对 是 这样黑的 黑的走炮八推二 八推二 终于他想把自己的炮连上 终于连上了 是是 这样红的也 红的走了炮九平八 炮九平八 他是因为黑方过一会儿 可以走炮三平二了 这么抓你了 这么抓你 你这个炮可能被抓掉 哦 这样 所以他弹子炮回去还是有点用的 对 他就先走了炮九平八 先走炮九平八 这样炮八平七打了 这样炮八平七一打 那他只有回来 他还回马 是 回马这个时候是 黑方走了炮五平六 炮五平六 炮五平六他准备炮六进三 就吃你这个炮啊 对 那不行 不能被按住 按住太痛苦了 对 实战呢 红方走了炮五进一 炮五进一 这个时候啊 其实就齐论起啊 可以走足五进一拱调 是吧 拱调的话 至少洪方物质力量不多 但是 你说接受不了 对 我心情上接受不了 这兵这么对了 让我这马这么跳 让我让对手这马这么跳上去 虽然你思路断着我 那我也不乐意 对 我觉得这么连上 太舒服了 有一对 我反正我心情接受不了 是这么感觉 如果要是不是必须对的话 肯定就不会对 对 是 但是实际上看 实际上看也没什么事 你要这么说 确实跳不上去 你过一会儿 你因为没有物质力量多 兵也过不来 是吧 都顶着呢 是 但是临场可能不肯吧 对 不太肯 对 不肯 这样兵五进一之后呢 他走居六进二 他走了居六进二 绑上他 这个首选肯定先看看这个 对 居六进二绑上他 这个时候呢 郑伟同是马八进六 马八进六 他还是想 你拱了我跳上去吗 马还是想跳上去 但是那不一样了 再拱那个 没有居 离开思路线了 居已经离开自己的 并行线了 对 就不能再交换了 再交换就更亏了 对 此时呢 赵伟是走到 抛七平六 抛七平六准备 换掉一个马 赵伟的思路 就是换子换子再换子 简换嘛 对对 这是整个的一个 后手的方针啊 对 对啊 整个给他的任务 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段 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一段 下得有一点消极吧 对 他整体这半期 主要是下得有一些消极 是吧 一直太稳了 对 其实要是放开了 不是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 可能这个期局 就不会这个局在 四路线顶来顶去的 这个效果 是 印象当中啊 我也是看着直播 到了这个局面之下 郑伟彤这步棋 走得非常快 也体现出 郑伟彤 棋感好的意味 他去八进三 非常好 走得非常快 是 对啊 你老这么顶 红方无压力啊 对 走这步棋之后 给了赵伟很大的压力 就棋论棋 赵伟其实走足五进一 还没事 还拱掉 对 还拱掉 你要是跳上去的话 马四进五跳上去 这样我可以泡三进四打掉 这样 你要退去抓我的话 我可以泡三瓶四 你如果对掉 那肯定你鞠马泡 只有一个泡在我这边 对 你要马五进六的话 我可以鞠六瓶四 就让你上 就让你上 然后我再守着 对 你要踩掉 我肯定没事 就上来 我也不怕 我就出老家 对 这两个跟不上了是吧 你跟不上 子力跟不上的 也没事 这样肯定看上去没事 虽然我那马在那 被钳着出不来 但是也就这样 对 是的 这样 但是我们刚才说 他就是一直一直不想走 一直 他一点风险都不想冒 对 他就是不想让你马上来 对 他就觉得如果不让你上来 我就 是 就不那么难受 可能就是这种 一直太无想求吻的心态 偏偏漏风了 对 有时候这骑手 有时候下骑的时间再紧 对 再有点钻 钻牛小肩 往里交进 对 他只是打了 对方是拒八退四 拒八退四 这个时候 他是换马 换马 换掉 换掉之后 那这时候 你就两手起 牵一手起了 一个是兵这里 一个是炮不抓的 对 这样出问题了 对 出问题了 就是说你老不拱老不拱 最后终于也没拱成 还出问题了 这个得不偿失了 对 这时候黑方是走了 拒六进一 拒六进一 只能这样了 保住 这个红帮渡过兵过过来了 这样 我估计当时 郑维同心情特爽 对 赢不赢的先单说 兵就这么过去了 反观赵伟呢 他本身想很稳的 没想到没稳住 让对方兵过来了 这段下的出乎他的意料了 这步棋呢 赵伟是走的拒六平四 他先手一抓 希望能过三足 马六腿七 他三足过去 马七进八 三足过去之后 他是马七进八 马七进八 他是登局 看你表态 黑方是走了拒四平五 对 拒四平五 红方是选择了兵五平四 红方也走得非常老练 兵过去之后非常老练 对啊 这兵好不容易过去的 肯定不能被吃了 然后隐隐约约老 闲着这马八退六呢 对 是 实战的这步棋 黑方是选择了逐三平四 那如果现在马八退六呢 现在就是逐三平四 赵伟就想到他马八退六的兵 认为他马八退六 我可以拒四平三 往里紧一下 这样吃完先气后取 你要吃掉 我就逐四平三 这样简化 先气后取 简化掉他能下河 对 就不够赢了 但是这个变化 郑伟同也看到了 这个不难 看到了 但郑伟同就次序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调整 他就先冰四平三 拱你这个像 先不去踩 先不去踩 先拱你个像 这样有啥区别吗 这样你要是 你肯定是 如果是飞掉的话 飞掉 他这时候再踩 我知道有区别的 区别在那了 区五平四 对 这样 他可以居八瓶机车 他不马六斤机车 居八瓶机车 这样区别在马了 是吧 对 你要吃掉 他正好吃着这个马 那你再嫌 他泡八瓶酒 正好泡八瓶酒 那 只要居炮的话 你毕竟少一个像 单缺像 你肯定就输起了 那他能给你练了 是吧 对 肯定赢吗 那肯定赢了 你单缺像 你毕竟你这个对头兵 你没解决掉 还没解决掉 对 肯定是赢起 对 而且那方地雷 还麻烦是吧 对 他是这么想 他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没敢飞 所以当走到此 他又没敢飞 那这块就更纠结了 更纠结了 对啊 这不是越来越难了吗 对啊 刚才那个地方 太稳了之后 让对方冰过来了 现在像又吃掉了 对 然后那个巧招 还被看出来了 被识破了 是 因此出现了 这几个事物之后 对赵伟的心情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想也是 而且后面的团队 正在看着呢 好大的厉害 因此他在这时候 也没走出最顽强的招法 其实在吃掉相手 他冷静的分析局面 他还可以防守 他可以走G5推2 这样对 那他吃了 G5推2 你要吃了我这个 我可以走G5平2 让他再躲开 你要躲的话 吃了 我吃了这个 你这个时候 如果你下兵的话 我可以走G2推7 这样你不能泡8推3了 你不能泡8推3 推3我正好抓双 那他泡8推2 泡8推2呢 这个地方 他也可以这么抓都可以 哦 这么拘7进4 你拘7进4 我这么 好奇 相5进3 正好了 行 对 正好对掉这个炮 也就是说 这个大概骑 跟后面的实战 一会儿我们观众朋友 看一眼实战 跟后面的实战 差了好多步骑 对 是 这样他就化了给这个棋 对 实战呢 他没有走出这步棋来 没有走出G5推2的棋来 就是说他现在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顶住 对 他实战又浪费了好几步棋 他走了G5平6 应该说这时候他没有信心了 所以走的都是效率很低的棋 对 这块下得真是不满意 反观郑卫童 现在下得非常 估计时间也会紧了 对 时间也很紧 是吧 我估计时间也很紧了 是 对 红方的兵三进一 就一门心子往下冲了 下带劲了现在 有点 对 然后呢 赵魏 炮三平五 退了个室 对 退了室 这两步棋应该都是眼光招 从G5平6呢 是可以飞兵 然后炮三平五呢 是将军 眼光招走了两步 走了眼光招之后 他看到这个局面 还是没棋可动 就是怎么解决啊 对 你怎么解决 你没法动 你不能刚看着 人家就这么拱兵 对啊 你有棋队五起 你黑方一点进攻都没有 就是被牵着 所以在这时候呢 赵魏其实是看到这个手段了 看到G6 刚才没看到 刚才没看到 一个时间也紧张 对 现在是被逼无奈的看见了 但是看见有点晚了 看见了来不及了 这样的吃了 吃了 这样的汪洋肯定算得很清楚 这不是很 炮八瓶九 炮八瓶九 去二进三 吃掉 吃掉之后 这个时候啊 这个郑梅童走得又比较老量 这个时候有一个 容易犯错误的机会 就是G5进四 要吃掉的话 那他G2去7了 二退7 还可以放手 你要退炮 他可以抓双 是吧 吃冰吃掉 退二他有对 退二他可以对G 退一他也对G 退一他也对G 这样看上也 看上也不行 当然郑伟童是非常老练的 这像接近于已经要不行了 我觉得 是的 对 这就在这里 郑伟童走得非常老练 他就直接就下兵了 兵三进一下兵 走得很好 现在看得清楚了 对 下兵 赵伟呢 抓 他这样跟刚才的区别 就是刚才兵在这里 他不能退这里 对 还有个区别 就是试回来了 虽然试不影响吧 但是他必定在那绕绕 绕绕红的走得好多步 他退到这个位置 又不能让他摆上中炮 摆上中炮也是舒奇 所以赵伟又不能让开这个道 只能G二进三 他炮九进三 放到这里来 对啊 这样区别很大了 对 这样就区别非常大 这一个兵的一步期就区别太大了 是 对 是 这样眼睁睁地 看着他兵三进一 兵三平四 拱到 是吧 赵伟无可奈何 这个时候呢 他是走了G二退一 宝像 人家再兵三进一 哎呀 真的太痛苦了 对 这拦不住了 兵三平四 拦不住了 对啊 最后赵伟是退市 他就兵三平四 他还捉了几下 这些都是捉了几下 但没办法 象征性的G二平一 G八进三 来回来去捉了几下 凑了点时间 但是最终没有解决 这兵三平四贴进来 对 是 然后他走啥了 还走一步 然后他就是抓了几步 这个时候眼看着 我们无论走什么 他都是舒奇了 他本来走了一步 对 后来好像是走了足九进一 可能他G五平二 这样就啥 就刚看着 他解决不了 刚看着对方 要G二平六 你要退G的话 他正好拱式一将 给G抽了 对 你G也抽了 这个在郑伟同学 当然是没有难度的 对 这样也是舒奇 对 所以当G炮兵 濒临城下的时候 这个赵伟肯定是顶不住了 那蒋大师 你给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赵伟这盘棋吧 这盘棋呢 他的失利 主要原因是 还是太球稳了 布局阶段 很怕出风险 一点风险都不感冒 但其实有的时候说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你就是在下棋当中 你应该进攻出来 可能对方也会怕你 还是压力太大 导致于这个棋 中间可能有一点点变形 是吧 对 是 当有风险之后 他就没有意料到 然后就没有心理准备 最后是越走越差 对 好 我们今天向甲联赛的 冠亚军决赛的对局 就给您讲解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们再见 观众朋友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